今天我們來做A192 Corolla的Wheel Alignment 我們現在已經把車子放到車架上面了 我們現在是要來安裝四輪定位的輔助器跟電腦 四輪定位是靠四台電腦的儀器發射雷射 去判定四顆輪胎的三個傾角 TOW、CAMBER、CASTER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個人用車就只能調整TOW TOW IN跟TOW AWAY 除非是跑車或是重度改裝 不然其實不太用管CAMBER、CASTER的 我們要符合它的輪框的大小 我們要把這個腳的支柱把它調到40寸的地方 才能符合我的輪框 以鞋子跟腳的關係來解釋四輪定位的話 就是把車當作是人、鞋子當作是輪胎 當你的行走姿勢不良的時候 鞋子會加重魔鼠某個角度直到習慣為止 換上新鞋還是會因為姿勢不良而造成行走的不舒服 那四輪定位就像喬筋骨一樣 把控制方向桿調整 再搭配新鞋走起路來就會順暢許多囉 把電腦掛到上去以後 要把水瓶的泡泡把它調到中間去 主控電腦可以選擇車子的型號跟建議的調整數值 但是今天我們只調整TOW IN 所以不用太在意這些數值 那快速講一下目前車子的狀況 當我直行跟大力踩煞車的時候 車子都會往左邊偏 而且方向盤在行走時也不會正 過彎的時候會覺得方向盤有點重 那我們現在就接著 照著電腦指示先取得目前車子偏移的角度 上面幫我拉著方向盤 因為現在要調整四台機器的水平以後 後輪的角度是左輪外傾1.3厘米 右輪內傾3.1厘米 那我們要調整的是兩邊平均差不多 並且TOW IN一點點 車子升起後 鬆開負責TOW IN OUT的螺絲 並扭到我要的數值 調整前輪前要把方向盤鎖起來 不然整個方向機組會動 造成錯誤的設定 OK 這樣就好了 前輪的左右角度大偏移 左右角頭奧超過10厘米 所以這造成我的整個轉彎 以及直行的時候都會往左偏一點 以及難以轉動 我們現在來調整前面的定位囉 我們剛剛發現這個螺帽非常緊 所以我們用大隻的橡皮的錘子去把它敲開 那我們這邊也要這樣把它敲開 那麼就敲敲看看能多久能敲開囉 調整順輪定位的螺絲是什麼呢 它是在Stirling Rack兩邊的Tiro M 這是在方向基礎連接到輪軸的重要零件 鬆開螺帽以後就可以轉動微調角度 需要的工具很簡單 一隻17或19號的板手負責螺帽 一隻13號的板手轉動Tiro M就好了 基本上不用特殊工具 除非你是歐洲車有特別的設計 強烈不建議自己在家調整 因為數值都是以厘米來算的 一轉過頭就會影響操縱囉 好了各位 我們現在總算把前面的兩個輪胎的四輪定位 給它定位好了 因為它剛剛方向板控制 左右輪胎的桿子的螺絲非常難拆掉 所以我們花了好一段時間去把它拆掉 那現在我們已經把它拆開了 也把它鎖到它應該要有位置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數值吧 前面兩顆輪胎的Toy-in 這是在控制輪胎的方向 好是比較往裡面傾還是往外面傾 我們把它設為稍微往裡面傾一點 稍微往裡面傾一點的設計 就是說開一出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直了 如果你設它外面 雖然它會變直 但是你當遇到我們一個 像停車場都有高闊的時候 輪胎就往外偏 那這時候方向板就會震動 或者是當你在煞車的時候 你的輪胎就會往旁邊 側你的整個方向就會不太穩 兩邊Toy-in是1.2跟1.6 這個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繼續下去吧 我們再把方向板再調整一次 然後去看看我們剛剛調的有沒有正確 方向板固定器給它拿掉 依照螢幕指示 我們現在往左邊轉 一般澳洲的四輪定位 定價大概在60到80之間 也有輪胎行只做前驅車 兩輪40多塊而已 但是加一點錢做全四輪 對你的操縱會比較好 今天感謝鴻飛跟Frank在這邊幫我們一起做fail alignment 做四輪定位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換輪胎的話 也記得把四輪定位調一下 因為你的舊輪胎可能會影響你的四輪定位跟你的操縱手感 如果沒有什麼預算的話 也做前面兩個就好了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掰掰 我們現在來道路測試一下 我們做完四輪定位會有什麼差喔 哇賽 這個 這個方向板變得很輕 然後 在放手的時候它直線比較不會偏 輪胎也比較不會轉動 而且吃胎應該會好很多 開始之前在轉的時候都會覺得 是不是有點 就是有點感覺有點重 覺得是Posting Rack的問題 還是說其他問題 那現在我們總是知道是四輪定位的問題 因為一開始它的四輪定位 它是兩顆輪子是非常的往外傾斜的 所以它在轉起來的時候 兩顆輪胎就會互相打架 造成操縱性的困難 那我們現在已經變得很好 所以大家記得有一點錢就去做四輪定位吧 好 就這樣子 師兄 很好 啦